2024开年最期待的剧开播了 就是侦探夜之国评分高达9.4 绝对值得一看 千万不要错误 每一帧都是电影水准 这一季的案件将在极寒的北极展开 这里住着八名国际考察队员 各个国家的都有 但是死亡如此真实的降临了 当快递大叔将蔬菜送进工作站的时候 里面什么人都没有 而一个黑影一闪而过 电视啤酒店等所有的都在正常运转 就在这个时候大叔在地上看到了一个舌头 没错考察队八人全部消失了 没有任何迹象 这是北极进入黑夜的第一天 第三天安迪就被调到小镇 开始调查这个诡异的案件 一进入工作站 就听到了电视的声音 安迪跑过去 找到暗门 然后关掉了电视 一顿操作惊讶了旁边的小哥卡尔 安迪很快开始进入工作状态 首先这个北极工作站 是为了研究地质和生物而建立的 八名队员分别是地质学家艾莫生 地物学家安东科夫 李杰生物学家 五位生物学家雷蒙德 环境学家卢卡斯 法昆多和威尔两名都是生物物理学家 还有创始人安德斯是结构生物学专家 安迪已经将每一个房间都观察力一遍 在一个白板上写着 我们都死定了 然后安迪开始判斗 这些人肯定不是被人强迫的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任何移动 手机都在 食物也都在 在看地上唯一可疑的就是舌头 首先确认食人舌头 而舌头有鱼腺的划痕 说明这舌头可能是本地的一个渔民 经常打鱼留下的痕迹 就这样先让警长去调查 本地有没有失踪的女性尸体 回到北极的警局 本地警员那娃对安迪说 这个舌头是女性的对不对 但是安迪说不知道 从对话上 我们知道本地居民对美国白人 还是非常抗拒的 就在这个时候安迪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下真的不好吗 安迪的女儿和另外一个15岁的女孩 拍摄了不能见光的视频 这个视频被15岁女孩的妈妈看到 必须要求安迪处理好这件事 这件事情彻底让安迪生气了 甚至难以启齿 就在她训斥女儿的时候 发生了意外 一辆车忽然从她的车前滑过 然后撞击到了电线柱上 安迪第一时间打了救援电话 然后下车查看 确认开车的女人是酒驾 然后快速处理好酒驾的女人之后 就继续开车离开 此刻女儿忽然对安迪说 那个女孩不是15岁 是16岁 美国的法律16岁就是已经承认了 接回女儿之后 安迪立马再次来到警局 不要问他们这么晚上还加班了 看看这部剧的名字就知道了 他们是北极 将会有无尽的黑夜 白天不会再来了 这个时候安迪调查到 这个工作站的经费是来自非盈利组织 就在卡尔继续说话的时候 外面传来醉酒女子的喊叫声 就是刚才撞到电线柱上的胖女人 警长准备把这个女人给放掉 实在太吵了 但是安迪走过来 不允许放走这个女人 警长也没有办法 但是警长这个时候和安迪说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被关押的这个女人是他的未婚妻 这个时候旁边的儿子听到这个消息 尴尬病都要犯 但是安迪丝毫不给这个警长一点面子 对他说 看来你的女友不能回家吃饭 此时的胖女人听到了这话 更加大声地骂着 就在警长要离开的时候 安迪忽然叫住警长 要警长去把安的档案找出来 安迪记得这些档案因为局里发大水 全部放到了警长的家里 但是警长却开始为难安迪 说自己不记得了 会去查看一下的 但是安迪急了 说他现在就需要 警长越看安迪着急就越开心地离开了 但是到了晚上 安迪都没有收到任何信息 没有办法 安迪打电话给警长的儿子 要他马上现在就去父亲那边把资料给拿过来 儿子此时是一百个不愿意啊 此时的警长正在粉刷墙呢 准备迎接未婚妻的到来 儿子敲门走了进来 他不敢说是来找资料的 而是说找孙子的照片 当走进房间 看到父亲给胖女人粉刷蓝色墙面的时候 有点惊讶了 看来父亲还是懂海参崴女人的 就在父亲去准备咖啡的时候 卡尔立马走进房间 迅速找到资料 然后在父亲走进来之前 快速地将箱子从窗户扔下去 父亲检查了儿子到底找到了什么 卡尔拿出准备好的照片应付了过去 卡尔立马带着资料来到安迪的家里 就当安迪要接过资料的时候 卡尔却没有松手 询问这个案子是否和被关押的胖女人有关 因为卡尔现在可害怕 如果父亲知道自己偷的这些资料 是为了抓她的后妈的 那么父亲要打死她的 安迪很肯定地说 不是 卡尔这才放心下来 现在开始调查安的记录 当年是那娃第一到达现场的 死者的名字是安 被锐气刺了32下 伤口成龙形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凶情 而安的舌头也一直没有找到 安迪一边拿吃的一边说 安是一名护士 经常为矿场和环境去抗议 越说这些事 卡尔就越想知道这个案子的细节 安迪继续说 这个案子后来一直查不到头绪 但是那娃却非常执着于这个案子 从来不肯放手 就这样那娃惹上了不该惹的人 就是矿场的人 安迪却非常清楚凶手是谁 但是他非常清楚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即使你知道谁是凶手 也定不了案 但是那娃却执着了 最后被那帮人找到了家里 那娃确实有态度不如愿 虽然他想要伸张正义 但是还是处处碰壁 为了保护那娃安迪 还故意将他调到周巡警的工作 此时不但安迪想到了安的无舌头尸体 那娃也想到了 就在他赶去工作站的路上 他竟然看到了有一头北极熊挡住了去路 他竟然是白色的 好神奇 这一刻真的奇幻 安迪再次从梦中惊醒 这种没有白天的日子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觉 什么时候醒来 就这样安迪继续开始摆出所有的线索 仔细查看每一张图片 因为安迪相信 肯定会有细节遗漏掉 终于在反复的对比中 安迪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整理好照片后 安迪再次开车来到工作站 而就在此时 却发现站里有动静 吓坏了安迪 动静不是别人发出的 就是内娃提前一步到这里的 此时安迪认为内娃不应该涉及这个案子 因为现在这个案子已经交到了市局了 而此时的内娃只是一名周巡警 但是内娃也说出自己的理由 因为她是为那个舌头来的 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 无论是州里还是市局 都没有人来继续调查这个案子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案子死的人是一个土著人 而不是白人 这些话也让安迪无语了 这些根本不是内娃看的那么简单 内娃继续说 她当年走进现场的时候 还能清楚地记得安死亡的怨气有多深 即使在安已经没有生命的情况下 还被众人殴打脚踢 牙齿全部脱落 头额全部开裂 死了还把舌头给割了 这个简直太残忍了 现在终于发现 以前失踪的舌头却离奇地出现在这里 所以这些案子肯定和安的死有着某种关联 安迪也拿出自己的线索 就是他找到了一个衣服 衣服上有一个笑脸 而在安死亡现场也有这样的一件衣服 但是衣服袖子上那个笑脸却被人有意割掉了 所以安迪虽然什么也没有说 但是已经认可了内娃的推测 就是这些人的失踪和安的案子有联系 就在这个时候安迪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卡尔打来的 他们接到一个举报电话 发现了一具尸体 就在这个时候灯闪了一下 很快他们坐着直升机来到了现场 看到了举报人 那娃顺口问了一句 你是怎么知道尸体的 老人说 是崔维斯指引他找到的 一听到崔维斯这个名字 那娃停住了脚步 因为这个名字只有在传说中才出现 当他走到尸体跟前的时候 却傻眼了 三具尸体以一种非常惊恐的表情 被永远地冻结住了 那种恐惧永远地留在了冰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